等等要外出的观众要注意了 气象局针对高雄市屏东县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 持续时间一直到上午7点45分 高雄屏东地区盛防剧烈降雨 雷击低洼地区盛防淹水 而嘉义新港在昨天中午下起大雨 十雨量高达36.5毫米 新港北伦村瞬间汪洋一片 水深高达40公分 停放在路上的车辆都遭殃 周遭20户民宅都涌入积水 导致居民家中一片泥泞 水利处无奈表示 由于新港乡地势低洼 瞬间大雨量无法及时的排除 乡长则说北伦村逢雨必烟 已经请厂商调派抽水机进驻 也安排清洁队消毒及清沟 只是未来一周都还是犹豫天气 居民们恐怕得随时做好防灾准备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喔